資深配音員兼演員盧雄 1月27日因病離世 而他的設靈儀式 就在4月6日以道教形式舉行 鄭丹瑞、龍天生、黃祖南及里亞南等 圈中人亦有送上花圈 而配音員王鳳英都有出席喪禮 盧雄生前專注配音事業 更在80年代起開班授徒 為香港配音業培養人才 作為他徒弟的黃祖南 好友丁瑞等都有在紀念上冊留言悼念 盧雄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就是上年5月現身節目好聲好戲 親領好聲好戲殿堂聲宴獎 他的家人特別將這個獎座 放在靈堂接待處當眼位置以作懷念 盧雄的太太以及兩位女兒 都有接受訪問簡單回應幾句 首先就感謝大家的出席 大家都很有心 爸爸去的時候都很安場 我們都盡力為他做好最後一件事 他應該都沒有什麼遺憾 很感謝各界朋友的外帶 各位觀眾的支持 媽媽現在心情如何回應 少許吧 少許吧 都很捨不得 不啊 為何這麼遲 這麼遲 因為我兒女 我生在海外 因為疫情關係回來比較困難 所以遲了少許 也都很遺憾 看到爸爸最後一面 但是我和我先生也都 回得來送爸爸一程 也都是爸爸保佑 我們順利到步 所以就遲了一點 但是大家也都 今天是兩個多月 因為疫情比較困難 而在4月7日上午 進行出殯儀式後 盧雄的寧教被抬上鈴車 隨後大女手捧父親圍照 同妹妹以及媽媽登車到火葬場 送盧雄最後一程 盧雄生前除了配音工作之外 也有參與幕前演出 包括劇集《網中人》 電影《舊本芝麻官》 《金玉滿堂》 《回魂夜》等經典作品